无条件的加班 Oh my god 跟你老板说 Fuck you 怎么拉屎通畅一点 阿娥哈 大家好 我是Alice 我是Michael 因为好久没有跟大家来聊聊天了嘛 最近感觉都是做穿搭呀 或者话题类视频比较多 所以今天呢 就跟大家来一期Q&A 因为这天我在动态里发了问题 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然后选了一些点赞比较高的 第一个问题是想听和Michael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们是爱情故事 我们也认识了一个相关的朋友 Josie Josie 然后我认识我们不认识了 我们第一次认识了一天 因为到时候我英语真的很差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英语妹能理解我的心情 就我每次用英文跟交流 或者发短信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特别特别抵触 因为我要去查字典 翻字典 然后去找这个句子有没有语法错误 但后来我们正式遇到 开始交流多起来的时候 就是在大学开学周的时候 因为他现在读研究生 他本科的学校是我研究生的学校 也就是U-N-S-W 简单来说就是后来我们家小小李又再次偶遇了 然后当时他正要去一个工作的面试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男生就背一个书包小小的一个 就嗯 怎么感觉比我上次见他的时候要矮 不是 总之 就当时并没有很喜欢他 这些都不重要 后来我们是怎么在一起呢 就是一个very classic university love story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通应的校园爱情故事 因为当时我选了一门课 就是里面要写代码 但是我是学文科的嘛 因为我是学广告的 这位同学他的文科学的是 I studied mathematics and finance 所以呢 当时他就会写Python那个代码 然后他就帮我写 我们就老在学校里面图书馆见 然后你们懂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校园爱情故事 第二个问题就是 阿丽丝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 现在是全职吗 怎么看待消费 怎么卖出经济独立的第一步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波音语主持 然后当时我专业课程度特别的差 但是我理论科就写论文的那种成绩都特别的好 所以当时我非常坚定要读研究生 因为我想换一个专业 就是我想去做幕后 我之前本来是想做电影制作 就是后期剪辑 现在是全职吗 我不知道问的是up主 还是就服装设计师公司的这个工作 都不是全职 一个是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做视频上面嘛 但是如果我去找一份全职的工作的话 我更新频率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高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做全职的up主 我还是一个自我认知比较清晰的人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就你现在做视频啊 大家可能喜欢你 就你这个内容做得好 过两年可能不受欢迎 会有新的up主 大家就会去喜欢别人了 就这个东西 就我特别相信 一句话就是 everything is temporary 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一直不会变的 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会跟自己说这句话 就然后我就开心了 因为我觉得反正一切都是暂时的嘛 所以我以后应该不会做全职up主 但是我会继续拍视频 所以我现在还是将两边都一直坐着 这样的话走一步看一步嘛 怎么看消费 这其实可以参考我今天奢侈品的一期视频 然后我觉得每个月收入里面 至少要存20%或30%的钱 然后这些钱就叫做 Fuck you money Ahhhh The one thing that I did know I learned from my father was that everything is a business So I worked a lot in order to just have money It's called fuck you money And if you have it You can sell You know And something's not working out And you know They say you have to take this job Otherwise you're at fire I'm like fuck you Hahaha 怎么卖出经济独立第一步的话 像读书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工啊 坚持啊 而且你在坚持的时候认识的人 也许你还没毕业的人 就会给你介绍一份正式的工作了 下面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 第一个是 请问怎么优雅的抠鼻屎 还有怎么拉屎通畅一点 How do I can't pick your nose Oh my god stop 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 为了回来这个问题 我正要特意去研究了一下 然后找到了一本书叫做 挖鼻屎 然后对于挖鼻子 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 就它这个书里面 真的是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怎么挖 有各种什么水手抛锚式 旋转猛挖式 然后我觉得比较有参考意义的是 这个开放反向标准弹道式 Nice 至于怎么挖式更通畅这问题 Michael有一个法导 在这里 A Squatty Puddy OK The greatest innovation To your toilet needs So it's very simple You step on here You squat down And you push And it flows right out HEE 既然来都来了 就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浴室 我们大概已经有段时间了嘛 但一周没有来级录 room tour 因为就还没有装完 但是anyway 这边是这个浴缸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浴缸 然后这边放个蜡烛 这样的话就要泡澡的时候点个蜡烛 就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个时间我朋友送我一个磨砂 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自照这个牌子 我不知道为啥 我感觉我用完以后变黑了 就像咖啡一样 它好像就是咖啡嘛 另一个威士里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摇滚动物园的这个新版大茶罐 然后这款呢是陶陶乌龙 就是听起来像奶茶 但是闻起来很好吃 就是像这种蜜桃乳酪的味道 我这个呢是它最新版的质地 就像果冻乳酪一样 非常的清爽 涂上很容易吸收 而且会有淡淡的桃子香味 涂上就是人间水蜜桃 怎么形容的最好 就是拿一个鲜桃子切开油 它很切面的味道 水水润润很清甜的那种桃香 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 各种白桃饮料的话 这只身体股的味道你一定很爱 而且因为我是干皮 所以身体股对我很重要 然后我还有一只它加刷酸的身体股 但是这只它我一周就用一次 然后蜜桃这个呢 是我平时就是在浴室里啊 泡完澡 就会全身涂一下 然后再去睡觉就会很有幸福感 因为之前我看有妹子 问说用了老板的以后会长毛 然后我还可以去问了一下品牌 局部外用烟纤的话 是会刺激毛发生长的 用完皮肤光光滑滑 穿吊带小裙戒也更好看 如果有美白需求的妹子 还蛮适合烟纤 起码就我用了快一个月吧 也没有发现就是毛毛长的 原来更陌生 下一个问题是姐姐平时健身吗 身材是天生的还是健身保持的 我不怎么健身 主要是我这个脸吧 挺贵的 所以我平时就挺小心的 我只有有时候会跟着春小 做比较小幅度的健身 就是饮食还有我个习惯 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健不健康 就是我特别喜欢吃一口饭 然后喝一口水 这个习惯让我感觉就每顿都吃得很饱 但是其实实际上又没吃多少 不过至于减肥健身的话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发现圈 不知道大家能看出来 它已经比年初我们俩一起录视频的时候 所以你失去10kg 对 它每顿就是吃健身菜 然后它吃多少卡路里都是固定的 我吃了很多前减肥健身 然后每天都比较多了 或者鼻鼻可爱多 像时尚的话 阿哈喽喽 然后英武林 还有一个外国国主叫Best Dressed 反正就是有才华的人 谁不喜欢呢 其实我平时自己看时尚类的视频还挺少的 因为我特别怕你看的时候 你会不自觉去模仿嘛 而且我看时尚类的视频 就有一种被迫工作的感觉 你们知道 就有一种在加班的感觉 所以我的减压方式 就是看各种未解悬案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频道叫X调查 最后肯定叫春小妈 虽然我自己不怎么健身 那我特别喜欢听他讲话 就他每次去新发视频我就会去报道 当大学毕业进入社会 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转变个人角色 这里话 其实我想我当时就刚开始工作时候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当时完全不会去考虑这份工作 对我未来有没有帮助 或者这个职业有没有上升空间 有没有升职空间 我就是一股脑的去做 然后无条件的加班 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份工作 不是你觉得你百分之百热爱 或者说你未来有可能会转到其他的行业 或者你觉得这份工作 对你来说根本就没有升职空间 就不要花百分之百的精力去做 就只花百分之八十 一定要留百分之二十的精力 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其他的事情 不管是在家躺着也好 睡大觉也好 或者去考个证也好 就是一定要有一部分时间是留给自己的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学生心态 一定要勇敢的说 不 因为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就是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 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又没什么经验 就没有什么本钱去跟人家谈 人家不让我帮什么忙都会答应下来 后来我发现这样真的是 会浪费你自己很多时间的 因为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人的生命就这么长 就这么长 如果有人要占着你的休息时间 那他就应该去付钱 我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 然后最后两个问题 一个是想知道姐姐都是怎么处理不用的衣服的 然后我很多衣服都是会二手在卖掉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之前视频里 哎 想说了很久但一直没有找机会跟大家说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看我买那么多衣服 大家就也买很多很多衣服 其实我很多衣服根本就是穿不了几次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说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过度消费 然后不要一下去买很多衣服 因为可能真的没有机会穿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是自己在做的还是团队呢 而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视频里说 我是签了公司的 但是当时我就没有细讲 但是呢MCN公司是分很多种的 就有的公司它是自由度比较高的 比如我现在的公司 就是我所有的脚本 你们看到了我已经发出来的视频 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写的 但是我是有一个小姐来帮我一起剪辑视频的 我会先把自己说话的部分 比如我原片可能废话特多 讲了两个都要识 然后我可以剪到10分钟 就大家看到的长度 然后后期小姐姐再帮我去加进 音效啊 包括一些特写啊 还有进度条字幕这些 每个视频发出来之前 平均大概要改四五次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剪辑小姐姐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完成 就现在这个更新速度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保证 就我脚本每一期 每一个字 至少到今天为止 全都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有一些科普视频 像我特别喜欢跟大家来辩论 因为这些视频啊 对我来说 就像是我自己写出来的论文一样 Anyway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三连一下 那我们就再见 向各位小伙伴们 都能有开心的一天 拜拜